門羅後院 美國年輕人大部分都未踏出過長大的市鎮、州份 更沒有出國的經驗 對世界地理歷史都是一知半解 亦不太關心 品尼主任是紐約大都會看守所教育部的主管 他問我可不可以幫他 策劃一個世界地理歷史入門的短期課程 我將鄰居即刻阿米加尼的社會學教授 亦動員起來一起做 六個星期的課程 每個星期三個小時的課 二十人每個星期在圖書館聚談討論 最後有考試 合格的可以領到十八個學分 判刑時可以提供給法官作輕判的考慮 因此這類課程大受歡迎 積極性被調得很高 課程開始以歐洲人初底新大陸為起點 即刻最熟悉的一段歷史 悍悍說來深入淺出 以歷史故事為主 提到1497年左右 西班牙船隊乘著大西洋的東北風 越過尺度南下 初底南美洲的東北海岸 今日千里達群島附近的蘇里南 法屬歸娜 那船長叫阿美利哥 韋根普奇 後來明明這個新大陸做阿美利堅 推翻哥倫布 以為是亞洲的印度之說 之後更加講到中美加勒比海中群島 以及南美洲的殖民血淚史 其中提及和亞洲人有關係的歸亞拿 以及蘇里南 在南美洲的北岸 一邊是委內瑞拉 一邊是巴西 蘇里南是荷蘭殖民地 十九世紀輸入大量的印度僱傭工人 和中國廣東客家人做勞工苦力 歸亞拿是英國殖民地 亦是中美洲和南美洲唯一用英語的國家 一切國內制度、文化都是由英國輸入過來的 包括殖民者 由非洲購買的奴隸 帶過來開肯金謝園 1834年奴隸制度廢除 殖民當局轉由南亞洲、印度和中國華南地區 引入廉價勞工苦力 令歸亞拿的農業和抗業能持續發展 歸亞拿天然資源豐富 自然環境生態多樣化 地大有83000平方公里 即是83個香港的面積 人少大約80萬人 歸亞拿在1966年獨立 1970年成為共和國 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 以及英國政府軍情處 也暗中操控這個國家的政治 向競選人白納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黨 提供了秘密的財政支援 和政治競選策劃幫助 打擊對手馬克思主義的增根領導 而得到本地人民支持的人民進步黨 最後選了一個中國客家華人的後裔 中亞瑟做象徵性元首的總統 實權落在總理 美國人的傀儡白納姆手中 中亞瑟任總統期間 致力和社會主義國家開展外交關係 歸亞拿在1972年正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中亞瑟並且在1977年親自訪問中國和華國鋒會面 又操訪北朝鮮會面金日成 和南斯拉夫的鐵託將軍會談 1980年歸亞拿修憲 白納姆接替成為共和國擁有實權的總統 最為美國人大感興趣的是 1974年美國新宗教人民聖殿教的穆斯瓊斯 在歸亞拿設立了一千多個信徒的瓊斯城 美國國會議員李安去到高度調查 準備離去時被聖殿成員開火擊斃 第二天 瓊斯城909人集體服毒自殺 引來世界關注 上星期2月4日 台灣當局宣布在歸亞拿成立貿易辦事處 事源於去年 歸亞拿成為世界上最新的石油輸出國 各地都希望在歸亞拿設立貿易據點 台灣的貿易辦 本來定於1月15日簽訂開幕 而在歸亞拿的美國大使館 對這件事大肆宣傳和高調表揚 又說與台灣的緊密聯繫 將在共同的民主價值觀 透明度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促進歸亞拿的合作和發展 誰知隔了一天 2月5日 歸亞拿外交部宣布終止協議 重新繼續遵守一個中國政策 還清楚記得 即刻當時語重心長說 1823年的門羅主義說 歐洲大陸必須尊重西半球是美國勢力的範圍 美國不會容忍任何國家在北美或南美殖民 並將對西半球的任何干預 撕毀敵對行為 加勒比海就是美國的後院 除美國之外 絕對不容許任何國家在那裡指手畫腳 當年古巴導彈危機 差點就這樣釀成大戰 說得對 厄塔之則 豈容他人寒碎 南中國海又如何計算呢 是誰的後院呢